昨天CBA公布了对北京首钢队77号球员王潇辉的处罚 CBA第八轮 王潇辉在比赛还剩2.7秒结束时 伸腿绊倒了广东东莞大议队的威伦斯 裁判将王潇辉驱逐出场 经赛号认定 王潇辉的动作属于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行为 CBA联盟对王潇辉处以通报批评 停赛议场 并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处罚 由于王潇辉该场比赛已经被裁判员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犯规 自动停赛一场 因此最终累计停赛两场